商朝的覆灭 周朝的崛起 除了殷商王朝自家做死外 和周朝本身强大 也脱不了关系 其中可得好好感谢一下老爷子 龚胆父 龚胆父 是西州开国君主激发的太爷爷 先州部落的老大 他做了两个重大决定 把先州部落搞得是红红火火 也为后来建立周朝 做好了完备的基础建设 第一个决定 就是和僵士部落联姻 拉了强大的外援 才敢趋势爆发 搞掉殷商王朝 第二个决定 就是把先州从滨 迁到祁山那嘎的 这样一来 避免了戎敌的骚扰 可以安心发运 到了新地方 就要有新气象 龚胆父改变了游牧的风俗 建筑成一房屋 设立官吏 开坑荒地 发展农业生产 把游荡的民众 都变成了固定居民 加强了群众的聚活力 也为军队储备 做好了人力准备 于是 这只部落也就慢慢强大起来 在灭伤建立周朝中 可少不了 龚胆父的一枚 龚勋章